無國界醫生首次在亞洲展出一個名為衝突求生的展覽 被公眾了解無國界醫生的救援工作 展覽展出一個有40尺貨櫃設計而成的病房和催棄帳篷手術室 裏面放了一些手術用具 讓來參觀的人士了解無國界醫生在前線救援工作 而展覽亦有播放無國界醫生工作時的相片和短片 還有遊戲玩 今次的展覽將會安排在香港7個地方做巡迴展出 為期一個月 維多利亞公園將會是第一站 有興趣的市民就千萬別錯過了 ONTV東方電視記者何正文報道